咖啡瓢汁双十一经来了 我有种预感 你们的钱包要hold不住了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近几年兴起的集中冻干咖啡 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集中冻干咖啡和速冻咖啡有什么区别 那上个周末呢 我路过了上海安抚路三顿半开的线下体验店 Into The Force 是路过啊 路过不是专门去的 因为呢听说是目前上海最火爆的咖啡店之一 店里边呢有特调咖啡 周边设计风格也非常特别 于是呢我就进去点了一杯特调咖啡 是加了酒酿的那款 38块钱 嘟嘟嘟嘟几口就喝完了 咖啡做的是真不错 咖啡师小姐姐们也热情漂亮 那我看他们店里面有限量的周边卖啊 还是线上买不到的那种 那我看到一个小姐姐一下子抱了三盒去买单 于是呢我也拿了一盒 想着来也来了 那一定要试试看限定的这个8号 当时也没在意价格 想着可能会比这个普通的1到6号贵一些 直到我付了钱 看到小票的那一瞬间 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真的是贵了一点 付了钱之后 我发了个微博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冻干咖啡为什么这么火 冻干咖啡和送咖啡有什么区别 那到底是哪些人消费了冻干咖啡 哦对了视频的结束我会告诉大家这20块钱一克的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这些年呢不少电商品牌以集容冻干这个技术为卖点来做营销推广 所以呢不少人搞不清楚这个冻干咖啡和速冻咖啡的区别 那我们呢从速冻咖啡说起 速冻咖啡有三合一 二合一 黑咖啡 这么几个种类 那三合一呢就是咖啡 直纸末和糖 那三种混合在一起的 二合一呢就是咖啡加直纸末混在一起的 这两种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平时不喝这两种 那我们呢 主要讲讲速冻的黑咖啡 那它又有不同的种类 那有普通的速冻黑咖啡 有冻干的 有极容冻干的 那从长相上来看啊 那普通的速冻黑咖啡啊 它是粉末装的 颗粒呢比较细 冻干的颗粒呢会比较大 是一颗一颗的 那极容冻干又不一样了 那它都是单独的小包装 颗粒呢也是很细 而且呢有闪闪的这种冰晶的细粉末的 它们的制作技术呢也不太一样 那我之前讲到过普通的速冻咖啡啊 就是把磨好的咖啡豆放在大罐子里边 萃取出来的咖啡液体 然后呢用高温喷雾的这个干燥技术 把咖啡的液体中的这个咖啡物质提取出来 变成了粉末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但是呢 冻干的咖啡啊 它在后面干燥粉末的时候 用的是低温冷冻的方式来制作的 萃取好的这个咖啡液体啊 它是在冷冻状态下提取的 风味呢保持的相对会较好一些 那所以呢 不少的咖啡品牌 它品质好的速冻咖啡都会用冻干的技术 极容冻干又不一样了 那它要把冻干的咖啡的颗粒啊 变得更细 它就要用更高浓度的咖啡液体 那更低的温度 把咖啡粉末的含水率降到更低才能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极容冻干会贵一些 但我也没有想到能贵到20块钱一克 那所以啊 这么一说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冻干咖啡呢 它是属于速冻咖啡中的一种比较好的制作技术 而极容冻干咖啡是研磨的更细颗粒的冻干咖啡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你搁这搁这呢 那接下来就来了 冻干咖啡比普通的三合一和二合一的咖啡好喝吗 理论上来说是的 但是每个人的意见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现在呢还有绝大一部分人啊 他们喝三合一就觉得香香甜甜 反倒觉得冻干的黑咖啡喝不习惯 那但是从咖啡豆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这些环节上来讲啊 那冻干的黑咖啡的确是更讲究制作的过程呢 用超低温的冷却方式来干燥咖啡 那风味的损失相对较少 那另外呢 黑咖啡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啊 也会比三合一二合一的好一些 那么又有同学问了 极容冻干咖啡比冻干咖啡好喝吗 其实并不是 那因为极容冻干咖啡 它其实是一种包装方式的创新 它并不算是产品技术的创新 那所以呢 如果用相同的原材料来做出来的话呢 两者味道相差不大 只不过是在融化速度上 以及携带的方便性上不一样 大颗粒的冻干咖啡 它因为不容易受炒 通常呢 都是一个大罐子包装 这种呢 在欧美国家比较主流 细粉末的基本上都是小罐子 或者是袋子单独包装 这两种咖啡 如果同时倒出来 大颗粒的 你隔一晚上 它也不怎么有变化 但是细粉末就不一样了 倒出来大概几分钟 就受炒 对在一起了 这也是为什么细粉末的融化速度快 而且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单独来包装 但恰好就是这两点解决了大罐子包装的痛点 制作更快 适用的场景更多 你带到哪都贼方便 这是为什么集中冻干咖啡为什么能这么火 那一个双十一就能卖上亿 这个时候又有同学问了 既然这么火 那为什么欧美没有这种小罐子的冻干咖啡啊 这个同学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啊 我个人认为因为消费系万不一样 首先欧美的消费群体对速溶咖啡的总需求量没有限末和紧的高 那另外呢 他们喝咖啡的频率也比较高 那像北欧 他们平均每日每天要喝三杯咖啡 那北美人均每天呢 也要将近两杯 所以在高频率的咖啡消耗的情况下 那速溶的包装啊 他们普遍都会偏大 那甚至你还会见到超大罐的那种 一公斤的那种速溶咖啡的包装 那如果啊 让他们买这种小杯子的这种 喝一个用一个 他会觉得消耗的太快 然后呢 价格也太贵 所以啊 这就是为什么欧美市场反倒不流行这种 三吨瓣的这种独立包装的集中动感咖啡 那这也回到了我这两年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那三吨瓣的包装数量呢 那做得越来越多 那咖啡啊 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 随着国内人喝咖啡 以及人群的这个习惯的养成 那有的人可能会从三天喝一杯 到两天一杯 那再到一天一杯 那慢慢呢 他就会对这种大罐包装的 缩冻咖啡的需求啊 变多 大家也会发现 那三吨瓣从最初的只有十几颗的这种小盒子包装的 到现在这种大桶的80颗包装的 因为消费者的喝咖啡的频率慢慢变高了 还有同学问到底是哪些人消费了集容咖啡 那我相信啊 看我节目的人喝集容冻干咖啡的人有不少 那在消费集容冻干咖啡的这些人群中啊 那学生党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 因为学生群体本来就是送容咖啡消费的很大一部分群体 那刚好呢 那这样的产品完美的解决了学生党们的痛点 那学校宿舍里边买咖啡都做吧 不现实 那泡挂尔咖啡吧 也是需要热水 那要过滤 那这种小罐包装的集容冻干粉啊 恰好就满足了学生党的需求 那当然也有部分的上班族的比例 但是上班族喝咖啡的场景啊选择会更多 有的可能会在家里边买个小器具 磨豆机 家用咖啡机 或者是挂尔 那胶囊等等 它有不同的可选性 那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他经常喝的一个冻干咖啡 感觉味道变了好多 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为什么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那不少电商品牌啊 它销量迅速增长了之后 原材料的这个供应链呢 它没有把控好也有可能是他们固定的配方 因为某款豆子供应量不足 换成了别的产区的 导致味道变换大 那最终啊 你喝到的这个咖啡的味道 它就会有变化 那其实由于国内的市场的需求量的激增 那这是很多国货品牌啊 它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那也有很多咖啡豆的烘焙商 都是从很小做起 那每次呢 都是小批量的咖啡生豆采购 那慢慢的增加 那刚开始啊 都没有这种很稳定的 生豆的供应链 或者是生产技术 那好的生豆资源啊 都被国际的大品牌和连锁掌控着 那这也是很多国货品牌啊 在努力的方向 那销量好了之后呢 会直接对接原产地采购 那跟卡农建立关系 甚至是帮卡农提高种植管理 特别是近些年云南产地的品质提升 也让我们看到了云南咖啡的未来 那希望我们的国货品牌也越来越强 本地的咖啡产业也越来越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双十一大家都hold住自己的钱包 好不好 李星小费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